县政府公旅处指出 目前选定屋檐角 望那之丘 以及石牌县界公园等三个成为于那国岛观景点 其中苏花公路的屋檐角以及望那之丘 公路局已经完成环境的整备 而眺望设备以及座椅部分 则是由县政府来施作 我们特别拟定计划 向交融部官署来争取预算 这个部分也经过交融部官署的审查 给予亿岸县政府支持 中央跟地方会投入1770万元的经费 来建置三个的观景点 目前苏花公路上面的观景点 包括屋檐角跟望那之丘 公路局的部分基本上环境整备已经完成 在这个计划里面 亿岸县政府在投入万元设施跟座椅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在本计划里面会增加相关的设施 因为石牌县界公园有很好的天然条件 可以眺望云纳国岛 龟山岛南洋西出海口等地方 同时也具备人文特色 因此除了增加眺望设备 也会增设历史碑文阅读空间 将公园打造成自然 人文游气休闲的国际旅游景点 石牌县县公园在天然条件上面已经非常优异 它位在北域公路最高点的地方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南洋平原跟太平洋 所以它整个的眺望 除了云纳国岛能够看得到之外 也包括我们的龟山岛南洋平原太平洋 还有南洋西口 还有包括西新林也都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部分天然条件上面的加持之外 它也具有相关的人文的特色 包括因为它位在北域公路跟淡南跟跑跑古道的相关的节点 而且它也是新南洋八景金边大关之一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发挥它的自然跟人文特色 在进行相关的环境整备 公旅处也指出这项计划执行旗程 预计今年9月底完成设计作业 并提送交通部来审查 今年10月底之前完成发包作业 明年9月底之前完工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道